那我想呢下面这位呢可以这样来形容 在台上 她是千娇百妹的女娇娘 在台下 她是风度翩翩的少年郎 不您说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她可以自由地游走于男性和女性之间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玉刚和她的贵妃醉酒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安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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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玉刚 还原一下真实的面目 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都知道您是东北老乡 大厅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玉刚 谢谢大家 就是听完那段千娇百媚的贵妃醉酒之后 听见这样的嗓音跟大家问好 确实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那其实呢 玉刚呢 也是我们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一位优秀的歌手 是从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 小和出路尖尖角 大家认识 这些年呢 玉刚一直非常努力 非常勤奋 所以他的进步呢 也是有目共睹 先后是在悉尼 以及在日本 举办了个人的独唱的音乐会 把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这样一种表演的样式 介绍给了全球的观众 非常好 祝贺你 应该说这也是继宋祖英 2002年悉尼歌剧院 个人演唱会之后 第二位登上悉尼歌剧院的中国人 对 我们再次把掌声来送给玉鱼刚 送给他 刚刚我来之前呢 我们的导演跟我说 说他想要和你有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们的导演 但是他现在此时此刻在大波车上 就有请我代表 三百万大庆市民和你有一个拥抱 在拥抱之前 我郑重地跟您声明一下 我平时我特别崇拜周涛 但是我一直不敢和他拥抱 因为我太太就坐在下面 据说和您拥抱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太太也坐在下面 还个玩笑 玩笑话 好的 我和你拥抱也一点都不介意 那其实呢 今天呢 来到大庆的观众 这样的热情 你第几次来到这里为大家演出 说来话长 来到这里挺激动的 我12年前在这里演出过 12年前 就是12年了 12年前当时你有18岁吗 有了 已经成人了 未成年人 开个玩笑 那当时呢 因为没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 可能不会面对这样 这样一个层面的观众 你看今天我们后面的看台 全部都坐满了人 再次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吧 因为一直在唱歌 心里话就是作为东北人 特别的骄傲 同时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 美丽的大庆 同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 我的家在吉林 于这里吃尺之隔 但是呢 小的时候就听父母讲 这里面非常的富有 所以呢 我第一次 因为咱们这家有油 有油 周涛是安徽人 此时此刻也会说东北话了 那可不 告诉你一个消息 今天我的父亲 我的大爷 我的老叔 都从吉林赶到这里 坐在下边看我的眼睛 亲友团啊 在哪呢 来掌声 欢迎一下 欢迎 欢迎 欢迎宇刚的亲友团 是啊 那所以今天在这更要好好地唱 而且呢 他还有秘密武器 你知道吗 还有秘密武器 除了拥抱之外 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秘密武器 这是周涛愣塞给我的一道菜 怎么是我硬塞给你的呢 其实是这样 我刚刚说了嘛 说说我们的导演 要我代替他和你有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想这样 你先说你那编导是男生还是女生 说深话说假话 那你说呢 台下的观众想听真话想听假话 真话 真话就是我们那编导是一女的 原来是这样 我猜到了 因为女的一般都会比较有勇气 我喜欢你是你的粉丝 而且呢 他有一个 其实一点都不过分的要求 但是非常难以玩 他说每次见电视里的玉刚 总是这样的 就是半装好的女性的模样 因为是这样 玉刚呢 画一次这个彩妆啊 真的非常不容易 这个扮相多漂亮啊 但是他想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 要让你换成男装 没关系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玉刚的纯爷们的一面 哇 哇 多深沉啊你 你在想什么呢 很多年的照片 哎呀 在想大县的观众怎么还不鼓掌呢 是 那其实呢 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玉刚来参加 我们这样一个公益演唱会 特别告诉你 今天的所有的门票收入 都将用于公益的活动 用于捐资助学 所以在这儿一定要好好唱 好的 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和舞台 再一次交给玉玉刚 来掌声 有请 有请 谢谢大家 是我曾经在澳大利亚 悉尼歌剧院 唱响给外国人的一首歌 是《红楼梦》的主题曲 网 您 没 带给大家 再次学校 一个是耳眼卸盘 一个是美无声 一个是美无声 他 若说有几愿 如何细时终于你还 啊 啊 你和我自己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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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谢谢大家 谢谢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 作为从事 算是半个从事中国戏剧的这样的歌手艺术工作者 能够有这么多年轻的粉丝也特别特别的高兴 谢谢大家 感谢所有的领导 所有的领导以及在座的所有的嘉宾 昨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嗯 昨天刚刚从维也纳飞机飞回来 然后睡了一觉 但是昨天 谢谢 我非常的好 告诉我贴吧上所有的粉丝 在那边非常的好 也安全的回过来 昨天回到家 回到祖国第一件事 第一个惊喜就是李娜得了法网的冠军 今天 谢谢 今天我就第二件大事 就是我今天来到的大庆 面对我十二年都没有来过的 所有的父老乡亲 所以这样的滋味 这样的一种感觉 只有在舞台上自己才能够亲身感受 嗯 谢谢 进了宾馆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上午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宾馆 宾馆从头到尾一直放到我的一首单曲 叫《新贵妃醉酒》 所以 因为刚才已经唱过老的贵妃醉酒 《新贵妃醉酒》 嗯 清唱几句 给大家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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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恨酒 在一瞬间 聚悲地情自帖 爱恨阳茫茫 《新贵妃醉酒》 《新贵妃醉酒》 这时候不哑观 但是呢 时间非常的紧迫 今天我只能这身装注 把这首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 《未了谁》带给大家 聆听一下李玉刚唱这首歌的感觉 《未了谁》带给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 演唱《未了谁》 你把过忙扶腿 海水石头一杯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全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 为了旧的烧花 为了重回大烟归 漫墙热河雪 唱出青春舞会 望穿铁鸭不知战友 何时会 你是谁 你的声 我的真有何解惠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 我爱不流泪 是最美 是最累 我的相亲 我的感 我的胸 我的天 一杯 你把过忙扶腿 你把过忙扶腿 我爱不流泪 你把过忙扶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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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唤肥 我爱不流泪 精彩铁铁铁铁铁鑶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谁最美 谁最累 我的相亲 我的战友 我的兄弟姐妹姐妹 我的兄弟姐妹 谢谢大家 过会有期 谢谢你们 再见 好的 谢谢玉刚 谢谢